张庆鹏,易建连,王志志,南兰的民宿全都来到了现场 这场比赛也确实不一般呀 然后苗栗杰,陈小丽,隋飞飞变兰,女兰的民宿也都来到了现场 这是赛前的一个入场仪式 观众们是纷纷起立鼓掌 姚明,杜峰,大志 二连 孙岳,朱芳宇,王磊,李南,王世鹏,然后刘伟,陈江华,以及最后一位张庆鹏 2008中国男兰的成员全部来到了现场 但我们刚才也看到2008中国女兰的成员也全部来到了现场 但这场比赛中国队打的确实是一般啊 上半场一度落后了14分 好在第三节最后时段以及第四节前半段幡然醒悟 这是69比61领先8分 胡青秋造了一个犯规 打球两罚全中,总队领先10分 阿巴斯低位打周棚 胡塞英的中投 这个球吹了一个抢篮板球的推人犯规 阿巴斯接着罚球了 两队的犯规数中国队目前是5次 然后约旦队也是4次 就许只要是有防守犯规都要罚球了 给他喊 他反而言人均飞周棚 顶着坦克三分投进 周棚确实是高啊 作为一个小前方 小前方2米08的身高 这种拔起来头对方对他的干扰确实有限 阿巴斯的犯规 那阿巴斯领到了个人的第5次犯规了 被罚下了 看下这个球 阿巴斯故意推了胡明轩 这个球吹犯规没有任何问题 越南对外线的三分球投进 对方一句是紧追不舍啊 5分钟的时间领先8分 这个领先优势也是一点都不稳 人队飞转转身上来不进 又吹了咱们的犯规 这段时间才不然这哨子想的真密 达瓦里两发一中 周鹏的篮板 无前 单挡之后直接投三分不中 又吹犯规了 周鹏的犯规 切着罚球 篮球比赛硬生成被裁判 搞成点球大战了 75比70 这样分差只有5分了 无前 给到胡锦秋 抛头打进 面对对方联防 胡锦秋这个点在罚球线 确实是作用应该会非常明显了 胡锦秋本身这个中头是非常的稳定 无前 给到跟进的周鹏 好球 连着打了两个散击之后 分差又回到9分 胡锦秋的中头 篮板就大汗拨了出来 又吹达瓦里的犯规了 达瓦里也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五个犯规 大汗罚球 两罚全中 达瓦里和阿巴斯都被罚下之后 约弹队确实 这个阵容就没法跟咱们抗衡了 就剩一个塔克了 球队三刹几被罚下两个 镜头也是给到姚明 这会儿姚明也能弹销风生了 两罚一中 胡锦秋啊 给周鹏 还是犯规 周鹏发球 两罚都没进啊 给了一个后两球 塔克的一个大抛头 这个塔克跟能力确实强 还是胡锦秋啊 这个位置确实稳啊 胡锦秋 破联防神器 他比赛胡锦秋八头六中得了14分 胡锦秋商议之后 如果能回到国家队 对于周齐来讲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缓解压力的一个人选 他和周齐一起搭档的话 确实效果会非常棒 对方就不敢那么肆无忌惮 就包压周铁了 好球 胡锦秋打了一个反击 那比赛无前得了17分 卢塞英的中投 最后1分45秒 咱们领先9分 大含糊 冲起来就是扣啊 打成了2加1 虽然最后没有扣成 但是这个球也足够精彩 迎着对方的防守打成2加1 下方罚中 这球塔克不敢投吗 其实给了很大的空间了 韩德军的犯规 胡锦秋发球 猪鹏的篮板球 遇到好 还是胡锦秋挡拆 再给胡锦秋抛头 又是胡锦秋的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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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LT的 中国人的21 他必须要打成为中国 所以任何事都可以发生 有些其他人都没有打成为 我们还有其他人都没有打成为 胡锦秋 这球怎么出现 应该还是咱们的球权 打对方的腿出界 苗栗杰 程晓丽 CVV以及辩兰 包括旁边的王芳 都是女篮民宿了 篮板球大喊 成长比赛最终是88比79 中国队最终是赢了9分 在一起 坚固 性